大殿下待人赤诚 是下官的荣幸 也是天下的福祉 这就是你疏远我的原因 那下官先告辞了 你为什么又跑 最近总是躲着我 我 难道我是洪水猛兽吗 你不是洪水猛兽 你让我心血不灵 什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王爷 只是下官最近需要 平心尽气 冷静冷静 王爷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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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心血不灵 他到底在躲什么 秦宏 牧主事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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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殿王殿下 大殿下 想挡住一尊大佛 只能请另一尊大佛了 大殿下 您的腿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多些关系 牧主室的医术真是高明啊 你为什么躲我 下 下官 没有躲啊 对啊 黄叔 他没有躲 对了 本宫呢 找牧主是有点事情 太后让父皇撤去了你的奖学之职 陛下知道下官一直在忙接待使团之事 体恤下官 这才免具这份劳累的 沈主是 本王有要事跟你商议 所以本王来一趟 大殿下 下官先告退 你不必总为他人着想 也不必总为他人说话 大殿下 您言重了 本宫也不是既仇不坚的人 之前的事情 是本宫错怪你了 是本宫错怪你了 本宫也知道 奖学之职 对于官员来说十分珍贵 我也跟父皇说了 你可以随时回来继续奖学 大殿下 大殿下 本宫怎么了 大殿下 待人赤诚 是下官的荣幸 也是 天下的福祉 这就是你疏远我的原因 不知 定王殿下找下官 所为何事 算了 算了 改日在意 话说 他夸我呀 这就是沐浊华 他说我待人赤诚 你何时待人不赤诚吗 还是黄叔说得对 沐浊华此人 可恨大用 他真懂我 他真懂我 我不是流于那种 表里不一的人 此次北梁和谈 他也算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我也跟父皇说了 沐浊华讲学之事 依然照旧 他同意了 应该同意了吧 这也算是好事啊 所以黄叔 沐浊华发现了 叶木井要走的线索 你都不准备 给他求一个傻子什么的 没有 下官 见过王爷 你如今倒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下官赶进王爷提携之恩 又不知道该如何回报 心想着 王爷是喜好书法的 又听说 文心阁 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艳台 便买来一方 献给王爷 还请王爷笑纳 真是让你破费了 倒也是难得 下官赶进王爷 区区博离 不成敬意的 大殿下 前日跟我提起 想请旨 让你重新回去担任蒋学 你依下如何 下官去留 任凭王爷和大殿下安排 我早就嘱咐过你 不要卷入皇子间的争斗之中 你为什么记不住呢 下官没有 你是看着 大殿下最有机会荣灯大宝 所以 你故意接近讨好于他 难道上次 皇子斗殴之事你还没有看明白 你若与大皇子走得近了 另外两位就会针对你 到时候 你有几条命也都保不住 我知道其中凶险 但是 我更怕因你魂不守舍了 王爷说得对 所以 你还是要去担任这蒋学一职 我要怎么说出口 我当蒋学一职 也是为了远离您啊 怎么了 都不敢回答了 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怕身陷其中 耽误前程啊 看来 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 王爷 罢了 罢了 你走吧 本王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 有 你 你 感谢观看